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培训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的董事责任 股份回购守则 股份回购守则 股份回购守则适用于所有相关公司 即香港上市公司及以香港作为其第一上市地点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 股份回购守则区分了四种类型的股份回购 1. 场内 这是最常见的方式 通常按照年度股东大会10%的一般性授权进行 2. 场外 根据股份回购守则规则2 场外股份购回必须经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简称证监会 企业融资部的执行董事批准 正常情况下 批准的条件是至少要经过75%的无利害关系股东投票通过 3. 或豁免 或豁免股份回购包括过元股份回购 按照赋予该股份的条款而进行的股份回购 并根据要约人的注册或其他方式成立所在地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规定进行股份回购 4. 透过全面要约 对所有股东持股的一定百分比通常采取要约收购的方式 通过全面要约回购需要至少50%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批准通过 对回购的股份有重大利益的股东不得参与表决 若回购将导致发行人私有化或退市 则需经75%的股东批准通过 厂内股份回购 主板规则第10.05条及第10.06条规定 在联交所做主要上市的发行人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方可回购股份 发行人建议购回的股份其股本已经较足 发行人已事先向其股东寄发一份符合主板规则 第10.06条第一项B的说明含件 即发行人的股东在正式召开及举行的发行人股东大会上 通过普通决议 给予发行人的董事会特别批准或一般授权 以进行该等回购 说明含件必须载有所有合理而必要的资料 以供股东参阅 使他们在投票赞成或反对批准发行人回购股份的普通决议时 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说明含件内的资料需包括下列各项 说明发行人建议回购股份的总数及类别 及回购股份的理由 建议回购股份所需款项的来源 说明任何董事或该董事的任何联系人 你将股份收回发行人或适当的否定声明 说明就董事所知 根据收购守则购回股份后将会引起的后果 如有 说明发行人在前六个月内购回股份 不论是否在联交所进行的详情 说明发行人的任何主要关联人士 是否已通知发行人 他们已将其股份收回发行人 即说明有关股份于前12个月内 每月内在联交所买卖的最高价及最低价 厂内回购的买卖限制 厂内回购应符合下列买卖限制 如购买价较股份之前五个交易日的平均收市价 高出5%或5%以上 发行人不得购回其股份 发行人不得以现金以外的代价购回其股份 发行人在本交易所不得明知 而向主要关联人士购回其股份 发行人在知悉内幕消息后 不得购回其股份 直至该消息已公开为止 尤其是 发行人不得在以下较早日期之前 一个月内回购其股份 除非为 1. 董事会为通过发行人年度或中期财务业绩举行的会议日期 即 2.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公布任何该等业绩的最后期限 截止公布业绩当日结束 即 若购回股份后将会导致公众人士持有其上市证券的数量 降至低于有关制度的最低百分比 则不得购回股份 2. 场外的股份回购 就场外股份回购而言 在回购公司获得任何股份之前 需经证监会批准 通常该等批准条件如下 或亲身或委派代表 出席发行人股东大会的至少75%的无利害关系股东 投票批准通过 股东大会发出的通知所付的通函需包括 1. 建议的受要约人的详情 2. 发行人与建议的受要约人 锁定协议的条款及条件的说明 3. 由独立财务顾问及公司独立委员会 分别就股东应否通过你进行的场外股份回购 所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在通过有关决议的股东大会召开后的三天内 向证监会提交的股东批准股份回购决议的合证副本 及供股东查阅的场外股份回购的协议的副本 3. 透过全面要约进行的回购 透过全面要约进行股份回购 必须为审议建议的股份回购 而适当地召开及举行的股东大会上 或亲身或委派代表出席的股东 以大多数票投票批准 股东大会的通知需办有该要约文件 若股份回购将导致退市或发行人私有化 要约人的董事及一致行动的人 将不会被视为独立股东 因而不得在股东大会上投票 即 该向股份回购 需获得赋予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的独立股东 所持有的股份的投票权 以至少75%的票数投票批准 及投票反对有关决议的票数 不得超过赋予独立股东 所持有的股份的投票权的10% 购回的承报规定 发行人需于回购股份后的第一个营业日早逝 或任何开市前交易 之前至少30分钟 透过港交所电子灯载系统 向港交所承交前一日购回的股份总数 及每股买卖价 或有关购回付出的最低及最高价 上市发行人还需在其年度报告及账目内 加入该会计年度内购回股份的每月报告 列明每月购回不论是否在港交所内进行的股份数目 每股买价或就所有有关购回付出的最低价及最高价 以及发行人就该等购回付出的价格总额 董事会报告需载明有关年度内进行的股份购回 以及董事进行该等购回的理由 购买股份的地位 发行人购回的所有股份将于购回之前自动失去其上市地位 发行人需再次申请该类股份发行上市 发行人必须确保在购回股份结算完成后 尽快将购回股份的所有文件注销及销毁 对回购后发行新股的限制 未见联交所批准正在联交所做主要上市的发行人 于任何一次购回股份后的30天内 不论该次购回是否在被交易所内进行 均不得发行新股或公报发行新股的计划 股份回购的收购影响 根据收购守则第32.1条 股份回购被认为是尤其股份未被回购的股东做出的一项收购 这是因为他们持有的股份百分比有所增长 即使实际发行的股份数量并未增加 根据收购守则规则32注释2 在正常情况下 若其持有的股份的增加仅是因为公司的股份回购 无关联的股东不会招致规则26规定的强制要约责任 免责声明 免责声明 本简报仅包含上市规则和其他监管要求的摘要 目的在于提供资料查询与咨询 且不得是做适当的法律意见使用